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消费者行为 消费者行为 来到我们第十五个讲次 那么在前面一个讲次当中 主要我们说明了课本在第十章 社会阶层的定义以及衡量的方法 那么本讲次我们仍然继续来探讨 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形态的剖面 以及它相关的行销活动 那么本讲重点如下 第一个是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形态 第二富裕阶层在行销的重要性 第三高消费询的人口调查 第四富裕市场的区隔基模 第五非富裕阶层在行销的重要性 六台湾贫穷县的调查 第七社会阶层在行销策略上的角色 以及最后社会阶层的生活形态分析 以及社会阶层与沟通 那么第一个重点 我们谈到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形态 社会行为研究者发现在每一个社会阶层内 都存在着特殊的社会形态的要素 包含了共同所享有的信念 态度 活动 以及行为 藉由生活形态的了解 可以有效地区别出每一个社会阶层成员 以及其他阶层成员的差异 在前一个讲词当中 我们曾经介绍了华纳地位特征指数 在我们课本的表十之四 这个指数呢 它考虑了这个职业所得来源 住家类型和居住地区的四种 这个社经的因素 那么将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形态 剖面图的资料 分成六个社会阶层的职业层级 财富水准 以及消费品位等等 那么包含了上上阶层 下上 上中 下中 上下 以及下下阶层 当然 这个未处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的成员呢 它的价值观 态度以及行为形态 很有可能是两个 或多个社会阶层的混合结构 这个由于六种阶层的分析 它是过于的细致 那么因此呢 我们呢 就将这个社会阶层的简化为 富裕阶层以及非富裕阶层 那么我们由这个两个相对的阶层的 来说明他们在消费行为上的差异 来协助行销人员呢 制定适当的策略 第二个重点 富裕阶层在行销的重要性 富裕阶层呢 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市场 因为富裕阶层的成员有较高的可支配的所得 堪称社会的顶尖分子 使得他们可以购买豪华的住宅 进口的修理汽车 精致的高级珠宝 加入高尔夫球俱乐部 以及购买高阶的家用电脑 还有漫游于网际网路的七上电脑等等 研究指出呢 富裕阶层呢 他们在做出任何的购买决策的时候呢 产品的品质跟价格是最重要的参数 经由购买这个奢侈的品牌 富裕的这个族群呢 他渴望有排他性 还有产品的独特性 奢侈的观点呢 是远远超出价格跟标签的合理性 他有强烈的情感连结生活品质 社会地位和终极的幸福 那么奢侈品回报的是能够加入精英集团 跟社会上其他的人有显著区隔 所得和社会地位的身份地位的表现 建立了优雅阶级与风格的感觉 市场潜能往往能够来自赚取这个最高收入者 富裕消费者通常也引导了潮流趋势 并且呢能够迅速地这个接纳奢侈商品 还有融入高尚的生活 这些高收入群的消费习惯与展望呢 是不时地被世界经济的改变而转型 在当经济复苏的时候 他们是最快恢复高消费的一群 第三个重点就是高消费群的人口调查 那么根据瑞士信贷银行 2014年全球财富的报告 那么指出呢 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 他拥有全世界8成7的财富 报告中警告 财富分配越来是越不均等 可能他会引发了紧急的经济的衰退 那么所幸的是台湾的财富分配算是相当的平均 那么报告中说呢 这个台湾的财富分布在世界整体当中 是比较偏向高端的 而且财富分配是相对是平均 并非高度不平均 那么台湾平均每一个成年人的财富呢 是18万2800美元 大概是折合台币550万元 那么跟许多的西欧国家是相当的 那报告中也说了 台湾只有20%的成人财富呢 是不到1万美元 而有将近40%的成人的财富是超过10万美元的 它是世界平均比例的9%的四倍之多 所以台湾其实是拥有较高财富的人数的 它反映的是高水准的财富平均 而非高度财富不均 另外呢在全球排名前10%的富翁当中呢 中国大陆的人数呢 已经仅次于美国及日本 它已经居到世界的第三位 它已经超越了法国 德国 意大利以及英国 第四个重点呢 谈到富裕市场的区隔基模 那么当然并非所有的富裕消费者 它都具有相同的生活形态 那也就是说它包含了 这个所谓的生活形态 就是包含了活动啦 兴趣还有意见等等 那么所以呢行销人员呢 它就要设法从富裕市场当中呢 再区隔出有意义的小市场来 为了要帮助行销人员达到这个目的呢 美国呢 Made Marks这个公司呢 它就已经发展出这个富裕市场的区隔基模 那么它包含了下面几个 第一个呢就是安乐窝族 就是家庭中呢 至少有一个人是高收入者 而且呢这个家庭是育有小孩的 它是占了上阶层的37% 第二个呢是无牵挂族 就是家庭中呢 至少有一个人是高收入者 但这个家庭呢是没有小孩的 它占上阶层的32% 第三个呢是顾家育婴族 就是家庭中呢有两个或是多个受薪者 但是都不是高收入 而且这个家庭呢是育有小孩的 是占上阶层的11% 第四个呢是双生涯族 就是家庭中呢有两个受薪者 但它并不是高收入 而且这个家庭呢是没有小孩的 它占上阶层的14% 第五个呢是好命族啊 就是说这个家庭是非常的富裕的 根本就没有受薪的成员 而家长也不是受薪的成员 那么它是占上阶层的6% 好 那么上述的区分呢是相当重要的 举个例来讲 研究发现在休闲活动上 这个安乐窝族呢 它就比较偏好这个网球活动 好命族呢 它就比较喜欢打高尔夫球 而双生涯族呢 就乐于帆船的运动 那么这样的讯息啊 就可以很清楚地提供厂商 来进行这个行销的通路 以及广告策略的规划 第五个重点呢 我们谈到的是非富裕阶层 在行销的重要性 虽然许多的广告行销人员呢 偏好将它的产品设计成 富裕者生活形态的一部分 然而就中产阶级 蓝领阶层 以及非专业人员族群而言 行销人员还是无法忽视 这一个广大的消费市场 理由如下 第一个 中低收入户 那数量攀升 第二个 品牌忠诚度呢 通常比富有消费者高 第三个 中等收入的消费者 更愿意去购买高端的产品 首先我们谈到中低收入户的数量 佩延升 那么我们的 我国的卫福部呢 在2013年的统计数字呢 显示了 台湾的中低收入户的数量 从2011年的 43.4万户 到2013年的 已经增加到 69.6万户 将近70户 那么70万户 那么短短的这个 这个两年之间呢 就增加了26.2万户 那么2013年呢 卫生福利部呢 更公告了 最低的生活费的新标准 除了五都以及 金门连江县之外呢 其他县市呢 也都将由现行的 10244元 调高到10869元 是三年来首次的调整 这代表了中低收入户 认定的门款将放宽 那么总数呢 就增加到 刚刚我们提到的 70万户 在台湾呢 有越来越多的厂商呢 纷纷就投入服务 在这块市场的消费者 例如像全国电子 在台湾夏季气温 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呢 有些家庭呢 碍于经济的负担 并没有装置冷气 那么家里呢 热得像火炉一样 全国电子呢 就为了要这个增加这个用户使用这个冷气的意愿呢 所以就推出了这个所谓的24期零利率的分期付款的方式 那么还可以到辅服务免费安装冷气 来减轻这个许多家庭的负担 那么就如同他广告的标语 就是全国电子就甘心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品牌忠诚度呢 通常比这个富有消费者高 美国研究也发现 低收入或者是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 也就是通常就是定义 就是这个家计的年收入 是在这个三万美元 也就是我们新台币 大概是95万元以下的呢 他的品牌的忠诚度 通常是比富有的消费者是来得高的 这是因为这个低消费 低阶层的这个消费者 他们难以承受 因为购买不熟悉的品牌 而造成了这个错误后果的风险 他们的年龄呢 是比高社会阶层者 不是较年轻就是较老 也可能是单身或者是离婚者 第三个呢 是中等收入的消费者呢 更愿意去购买高端的产品 那么AC Nielsen呢 他进行大陆的研究 结果显示啊 和高富裕的消费者相比 中国的中等收入的消费者 更愿意去购买高端的产品 对于高端的产品呢 他更感到兴趣 因为这个特点呢 近年来推动着中国消费市场的需求 结构呢不断的发生了一些改变 那么根据Nielsen对汽车市场的 一份的研究就显示了 大概将近五成就是47%的中等收入 那这个中等收入指的是 这个月工资大概是一万到三万块钱 每个月啊 一万到三万块钱 新台币之间的这些消费者呢 表示他们愿意为了购买 50万元以上的豪华车 而去拼命地赚钱 为何这个中产阶层 更有意愿来消费这个高端产品呢 Nielsen分析认为 因为一个人到了中等收入的时候呢 会特别想要往上走 即使是压力很大 口袋很紧 但还是要去购买 因为他向往的是那一种的生活 为此啊 Nielsen预测 随着中国消费者的收入 是不断地增加 中产阶级呢 今后呢 在十年内会翻好几倍 这个会继续来推动 国内消费的升级 第六个重点 谈到的是消费的 这个台湾的这个贫穷县的调查 那么依照我们现行法令的规定呢 我国每年都必须要去进行来检讨 贫穷县的状况 所谓的贫穷县呢 指的是成人一年所有必需品总开支的平均数 也就是成人他维持可以忍受的生活的最少开支 几乎呢 所有国家或者是社会都有贫穷的民众 因此贫穷县为相对的标准 也就是考量该国最低薪资能否满足基本生活所需要的 让他的这个像食衣食住行健保等等的要素呢 那如果没有办法满足他最低生存所需要的呢 他就是列入赤贫 那贫穷县呢是一个有用的经济工具 他可以用来统计贫困的人口 并且呢有助于政府来考虑是否要利用福利失业保险去减少贫穷 那么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的报告 台湾生活在贫穷县以下的人口比率是全球最低的 它只有1.5% 那么依次呢是马来西亚3.8% 爱尔兰5.5% 澳洲6.2% 泰国及法国呢是大概是7.8% 瑞士呢是7.9% 加拿大9.4% 荷兰10.5% 以及沙烏地阿拉伯12.7% 而查德海地跟赖比瑞亚则是全球最贫穷的国家 大概有超过80%以上的人口 都是生活在赤贫的条件之下 好第七个重点呢 我们谈到社会阶层在行销策略上的角色 行销人员的首要任务呢 是在于了解如何将社会阶层的理论 应用到实际的消费过程 这个可以包括购买地点的选择 对产品品牌的使用 购买动机 以及市场区隔变数等等事项我们来说明 第一个呢是谈到购买这个地点的选择 在选择上来讲 高阶级的人们常常是逛精华区 而中低层级的消费者则比较偏好逛传统市场 例如以台北市各个社会层级的人们 在常逛的商圈来说好了 一般来讲普遍了 就是平均来讲上高阶级的人们呢 常常比较逛的是台北的曼哈顿 就是中校信义商圈 还有东区 而中低层级的消费者呢 比较逛西门町的是比较多一点的 这是平均的数字 那么第二个呢是在产品的 还有品牌的使用方面呢 个别的产品或者是品牌呢 对于不同的社会层级的成员呢 可能分别就有不同的意义了 那比如说来讲 蓝领级的员工呢 他们会觉得穿个牛仔裤呢 可能是一种这个经济耐用的服饰 可是对于上层的社会的人来讲 它可能就是一种风格的 特殊的自我展现的服饰 那么像进口酒 还有原版的这个艺术品来讲 那么消费者呢 也会因为社会阶级呢 而有不同的偏好 那么像各个社会阶级都很爱喝酒 那么以张学友代言的 国际知名的威士忌的品牌 就是约翰走路Johnny Walker 他是针对的是上层阶级的消费者 来做诉求的 那么以周润发代言的山羊威士忌呢 就是针对的是下层阶级的消费者 来做诉求 第三个呢 是我们谈到的是购买动机 那么各个社会阶层对于同一个产品呢 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购买动机 以信用卡来讲好了 比较高的社会阶层呢 是为了便利而使用信用卡 因为每个月只要付一次就好了 但是对于低的社会阶层来讲呢 信用卡的使用呢 就是一种很好的分期付款的工具 因为它到了月底 不需要付清全部所有的款项 也因此呢 许多的百货公司或者是信用卡中心呢 它就会推出刷卡零利率的优惠的专案 其实它并不是吸引较高的社会阶层 而是借由分期偿还的金额 让中低级的这个阶层的消费者呢 愿意这个刷卡购买物品 因此除了成功的推动行销策略之外呢 更能够达到销售的业绩的创新 好那么第四个呢 谈到的是这个市场区隔的变数 在许多的市场区隔的指标当中呢 社会阶级是一个颇具参考价值的 这个区隔的变数 行销人员呢 可以根据使用量 购买时机 或者是产品品牌的意义 来选定一个市场的区隔 比如说是上层的阶级 或者是中层的阶级 或者是工作的阶级 然后呢 再将产品的定位 成为目标市场顾客群 所想要的购买者 我们举例来讲好了 在美国安社公司呢 在旗下它有三种 这个啤酒的品牌 其实它就是依据 不同的社会层级来定位的 像我们课文的图十之二 它就显示出 美国安社公司 它针对了这个麦格黑的啤酒 还有百威啤酒 以及布什啤酒 它设定了不同的社会阶级 而且呢 它也制定了 这个不同的推广的主题 好 第八个重点呢 我们谈到社会阶层的 生活形态的分析 社会阶层的剖面图呢 提供了价值观 态度 以及行为等等 各种的资讯 它可以将位处于 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 在生活形态上的差异 来做区分 那么以下呢 我们就介绍以社会阶层为主轴的 消费行为的研究 并且来说明下列三个部分 行销策略的发展 包含了 一 服饰 流行与购物 二 休闲 消遣 还有第三 就是储蓄 支出 与信用卡的使用 第一个 服饰 流行与购物 那么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 它偏好的流行商品 与品味呢 是有差异的 举个例来讲好了 中下阶层的消费者 对于圆领衫 T恤 运动帽 以及具有外在认同标志的服饰呢 比较具有独特的偏好 相反的 上阶层的消费者 他比较偏好购买 具有精致外观的衣服跟商品 那像在大陆的上海 公开穿着唐装呢 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表征 而且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社会的符号 因为就历史发展来讲 大部分的人民 是没有能力穿着唐装 这种高级的服饰的 同理 许多人们就穿着 绣有名牌服装设计师标签的衣服 这也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表征 表示他们有能力 消费昂贵的高级商品的服饰 好 那么有一个研究机构呢 在2013年的这个研究报告呢 就指出来 亚洲富裕的妇女 她主要喜欢欧洲的 这个奢侈的品牌 那么有法国制造的 或者是意大利制造的商标 那么意味的就是实际上 有一种排他性 跟一种奢侈型的味道 好 那么第一 第二个呢 是谈到这个 休闲消遣 社会阶层与休闲娱乐 以及闲暇活动的选择 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举个例来讲好了 上阶层的消费者 比较偏爱的是 大脑的认知活动 比如说像是阅读 参观博物馆 或者是音乐会 玩桥牌 那么低阶层的消费者呢 他比较倾向是电视族群 还有是钓鱼的偏好者 并且喜欢花费较多的时间呢 在商业性的活动上 像打保龄球 游泳 还有打撞球 或者到酒吧 喝酒 以及比较喜欢做组合的模型 绘画 木工制作等等 那大部分的情况来讲呢 这个中产阶层的消费者 或者是蓝领的 这个阶层的消费者 似乎比较倾向 花费较多的时间 在家庭成员 或是共同的活动上 而不是花费在物品上面 第三个呢 是储蓄支出 跟信用卡的这个使用 那么储蓄 花费及信用卡的使用呢 似乎也跟社会 消费者的社会阶层 是有关的 那么上阶层的消费者呢 比较具有未来的取向 那么对自己的理财能力呢 比较有信心 所以呢 他们比较有意愿 投资在保险 股票 以及房地产上 那么相对的 低阶层的消费者 他比较关注于 现有的直接的满足 当他们要储蓄的时候呢 他们则会特别重视的是 储蓄的安全感 以及可信度 那么以消费者的 消费者对银行信用卡的 使用习惯而言呢 那么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 倾向以这个 循环利息的方式 来支付银行信用卡的账单 而上阶层的消费者呢 则倾向使用每月付清的 信用卡的付款的方式 换言之 低社会阶层的购买者 倾向于 先买后付的方式 而那么购买那个 价钱比较昂贵的物品呢 而高社会阶层呢 这购买者呢 他信用卡的 就视为一种 现金的这个替代品 他方便呢 来购买物品的使用而已 那么第九个重点呢 我们谈到的是 社会阶层跟沟通的习惯 好 那这个各个社会阶层呢 在讯息的传递跟接收 或者是在媒体的使用习惯上 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那么对于社会以阶层 社会阶层来作为市场区隔基础的行销人员 那么了解这些差异呢 到底具有哪些的价值跟意义呢 好 那我们首先谈到的 第一个就是讯息的传递 那么沿着社会阶层的 由上而下的移动呢 消费者所使用的术语 文字与片语的选择 以及他使用的形态 都会呈现明显的差异 那么研究发现呢 消费者在描述自己的世界的时候呢 第一 社会阶层 他比较倾向使用个人 与具体的术语来描述 而中间的社会阶层呢 他比较能够以多种的观点 来描述他们自己的经验 这表示中间阶层消费者 对于他世界的描述 是有比较宽广 或者是一般性的观点 而低阶层的消费者 得倾向用于比较狭隘 或者是个人的观点 来描述对世界的看法 那么以自己的经验 直接经验来看这个世界 因此如果以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 为市场目标的话呢 行销人员他所采用的广告文字 或者是用语 就必须要反映出 这个阶层的特殊的偏好 第二个呢是媒体的选择 社会阶层在媒体选择的差异是什么呢 对于各个社会阶层的成员来讲 他所选择接触的大众媒体呢 是有所差异的 在电视节目以及节目类型的选择上来讲 上阶层的成员呢 他比较倾向是选择 事实报道与戏剧的节目 而低阶层的成员呢 则比较偏好肥皂剧 抑制猜谜以及喜剧片等节目 高社会阶层成员 比低阶层的社会成员呢 他比较阅读较多的杂志跟报纸 而低社会阶层成员呢 他比较偏好呢 这个阅读传奇浪漫的出版刊物 以及有关电影及电视明星生活事件的报道 好 那么在这个讲次呢 我们大概也就稍微的 再跟同学复习一下 我们在这个讲次探讨的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 每一个社会阶层的生活形态的剖面 以及他相关的行销的活动 那么包括了富裕阶层 以及非富裕阶层 富裕阶层通常呢 能够引导潮流趋势 并且能够迅速地接纳奢侈商品 还有融入高尚的生活 当经济复苏的时候 富裕阶层这些消费者 是最快恢复高消费的一群 那么根据这个瑞士信贷银行 2014年的全球财富报告呢 台湾的财富是分布在世界整体中 是比较偏向高端的 而且财富的分配是相对平均 而不是高度不平均 虽然有许多的广告行销人员 偏好将他的产品设计成 富裕族的生活形态的一部分 然而就中产阶级 蓝领阶层 以及非专业人员的族群呢 对行销人员来讲 他还是一个没有办法忽视的 广大的消费市场 理由就是因为中低收入户呢 数量也攀升了 品牌忠诚度呢 它是比富有的消费者高 而且中低收入者呢 他更愿意去购买高端的产品 好 那么我们这个讲试呢 就到这个地方结束 我们下回再见咯 宇宙浩瀚 知识无穷 华世教育文化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